我们的社区之所以昌盛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计算在人口普查里 2020年人口普查有三个参与方式 第一,网上 第二,电话 第三,邮寄表格 3月中旬开始 全国各地的家庭会收到邮件邀请 以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 切记,人口普查局绝不会用电子邮件跟您联络 网上问卷以及电话热线 可以提供英文以及12种其他语言 包括广东话和普通话 从3月12日起 您可以简便地登陆人口普查网站 my2020censors.gov 选择您的语言去完成网上问卷 您也可以致电屏幕上的语言专线 与人口普查员在电话上回答问题 4月1日是人口普查日 回复人口普查时 您需要提供截至2020年4月1日 居住在您家中的准确人数 请指定家庭里的一个成员去准确统计人数 记住,每个人都要统计在内 包括家里的新生婴儿和幼儿 如果您在4月底还没有做出回应 人口普查员将到访您家 以确保每个人都被统计上 如果您不同意跟在场的人口普查员提供资料 他绝对不会要求进入您的家里 或威胁要逮捕您 请记住,人口普查不会要求您提供社会安全号码 信用卡或银行账户的资料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协助完成人口普查问卷 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若需要广东话和普通话语言服务 请联络人人服务社 206-624-5633 或浏览人口普查官方网站 2020census.gov 了解更多资讯 您的参与将影响您的家庭和社区 未来十年内的发展 普查关乎每一家准确数据靠大家 都在学官渠约 ест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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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